柬埔寨执政党经过了将近30年对本国政治的全面控制之后呢 在星期天举行的全国选举中 经以微弱的优势取胜而反对党的斩获颇风 初步的选举结果显示洪森首相所属的执政党 柬埔寨人民党在共有123个席位的国会中赢得了68席 彼此前拥有的90席的多数地位大大下降 柬埔寨反对党星期一拒绝接受星期天选举的一个结果 并且呼吁对据称在投票站发生的舞弊现象进行广泛的调查 反对党领袖桑兰西说 选举的结果扭曲了人民的意愿 他说这对柬埔寨民主而言呢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他表示人数众多的选民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好的 看完了报道 我们下面就立刻通过电话连线 请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所长 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林若瑜博士 他是一位东南亚的专家 为我们分析柬埔寨大选中和中检关系的一个相关联 林所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那么林所长 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报道 已经提到了这次柬埔寨大选的一个结果 就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的大选对于这个强人洪森 他的执政党意味着什么 对于接下来柬埔寨的民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好的 我想这次选举对执政党来说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的选票比过去少了32票几乎四分之一 以前是90席 现在只剩下98席 那么反对党却是增加了 从29席增到55席增加26席 所以这个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政权 对他维护政权的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虽然执政党认为说这个其次还是过半 在这个合法性基础上没有问题 但是对选举来说就是老百姓的那个民意 对执政党的这种选举舞弊的不公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 我想这个对未来柬埔寨的政权 对韩森 鸿森想要维持他的东南亚强人的形象 可能是必须要警戒一下的 我们知道这个鸿森已经执政了非常多年了 被认为是一位强人 他的执政当局也是一个威权的一个统治 那么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了执政柬埔寨的反对党 这次在选举当中的斩获颇丰 那么主要的几个反对党也都整合了 你怎么看未来柬埔寨民主的走向 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两党制呢 您的观察与分析 那当然就是说就东南亚的一些过去威权转为民主 最清楚的就是像印尼或者马来西亚 甚至新加坡最近的选举都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但是呢柬埔寨因为长期在人民党的执政 特别是鸿森的一党独大威权统治的这样情况 老百姓苦不堪言 那么鸿森他的做法就是一再的打击对手 比方说舞弊 不让湘南西登记成为候选人 或者甚至有人怀疑 湘南西党总部受到一些攻击 都是执政党的作为 那当然这个有点类似像国民党早期的白色恐怖 在台湾的状况 禁止反对党参选 选举的时候什么灯要洗掉等等 这些情况事实上对柬埔寨来说 并不是一个值得就是乐观的一个观察 因为鸿森他本人事实上相当的威权主义 那他事实上也对过去的李光耀也好 马哈蒂或者这个印尼的苏哈托 有很深刻的研究 那当然对柬埔寨来说 老百姓或者民意的提升 这个对执政党是一个打击 但是要怎么样来联合这些反对派的力量 来加速柬埔寨的民主化的改革 这个我相信是柬埔寨人民或者反对派 必须要持续来注意 来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 以及对政治的改革 好的那么除了柬埔寨的民主化的改革之外 大家也很关注中国和柬埔寨的一个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在柬埔寨投资非常的多 而且最近东南亚的政局也蛮微妙的 包括和中国有这个岛屿主权争端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出访了东南亚三国 最后跟我们分析一下中柬关系和东南亚整个的政局 好的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那因为这次大选最高性能应该是中国 因为柬埔寨红森跟中国一向友谊非常好 那当然再加上最近美国重返亚洲 这个再平衡的策略 加上安倍访问东南亚三个国家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 跟东南亚还有中国也要争取 跟中国比较好的友谊的国家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微妙的情势之下 东南亚国家会被分裂 可能会分化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支持中国的 一个是支持美日的 那安倍的出访也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今年在文莱的部长局会议 大家都说不要去 要让中国来接受东南亚的南海行为准则 有没有 但是文莱最后却接受柬埔寨的建议 不要去得罪中国 那我们就看到像去年也好 菲律宾的黄岩岛的争端 还有越南北部湾的争端 也是希望东协有一致的立场 但是都没有办法达到 这我们就看到因为中国在像柬埔寨 或者是缅甸或辽国的比较庞大的投资 让这些国家必须要跟中国为止更好的关系 但是现在形势也在变 包括日本的出访 还有美国的再平衡的策略 安倍也好 或者美国的欧巴马总统也好 都现在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东南亚 以及亚洲的未来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美日中在东南亚的经营 特别还包括像美国推动TPP 中国跟东协推动RCEP 那这个在经济上的 在政治上的这个竞赛 把东南亚可能会 十个国家可能会分裂 那当然东协也会注意到未来的发展 那是很重要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林若宇博士 接受VOA卫视的专访 为我们及时很深入地分析了 柬埔寨大选的结果 中简关系和东南亚的证据 非常感谢您 那么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关注更多有关于柬埔寨大选的结果 和东南亚证据的分析报导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